第39題 3944題組 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3940題 在立的測量實驗中 裝置如右途所示 彈簧掛在鐵架上端 彈簧下端未懸掛任何物體時 彈簧的長度為2.00公分 準備相同的質量的砝碼數格 改變懸掛在彈簧下端的砝碼個數 並記錄砝碼個數與彈簧長度的關係如下表 住每個砝碼的質量為20公克 第39題問 若以砝碼個數為橫坐標 彈簧長度為重坐標 做兩者的關係圖 下列何者最正確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 彈簧下端沒有懸掛任何物體時 長度為2.00公分 也就是砝碼個數為0的時候 彈簧長度不為0是有長度的2.00公分 同時我們又可以看得到 從表格中看出來 我們的砝碼個數每增加2個 長度就大概會增加1公分 這個意思就是說兩者之間會成正比的意思 所以 砝碼個數跟彈簧長度要成正比 但是砝碼個數為0的時候 彈簧是有長度的 看一看只有A選項符合這樣的敘述 所以第39題問我們說 做兩者的關係圖 下列何者最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